零越多 你素质越小 如果把一的后面加成零 那就是 一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万 那是越加越多 如果一倒 后面全是零 有意义吗 所以说呀 大家 要多献爱心 多付出 多不失 才能快乐 才能健康 所以说呢 我愿恒水的家用父老 健康 长寿 安康 万事如一 谢谢 谢谢 大家很高兴 我今天 非常非常激动 因为我的老师 为我讲病 我仅忏悔了三天 我的胳膊全好起来了 使老师给了我健康 我孔老师 老师 非常非常谢谢你 我 我在佛前曾经发过事 是佛菩萨给了我一份健康 以后我下巴生 我把所有的劳动成果 我都放下给国家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见到大家非常高兴 我激动 我不是说什么 好了 这我 我 我 我不 我只有做 不去说 我像我老师说过 我在佛前曾经发过事 我以后下巴生的机器 我全部 奉献给国家 我们再次向老师表示感谢 说得非常的真诚 让我们非常感动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 两位老师的分享 前一位是李国成 我称我李大哥 我们能来 其实也非常感激 李大哥的邀请 有这样一个缘分 也非常受益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他们夫妻俩 同时都在做公益 我们说 那个老师讲得好 叫一撇一纳 为之人 他做得这么好 是因为他的妻子 做得也非常的棒 所以有机会呢 我们也是可以请 这个王大姐 给大家分享 他们将来以后 会成立一个 可能会啊 看大家有没有 这样一个发心 成立一个 叫恒水爱心之家 大家喜不喜望 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些人 感恩这些人 他是我们 恒水的脊梁 而在他的背后呢 我们大家都是种子 所以我们未来 恒水是有福的 因为种子会生根 发芽 开花和结果 要感激这些人的播撒 那么我们说 感恩就像什么呢 这个小麦苗一样 他感恩阳光 就是不断地长大 而且长出麦穗 我们要感激这些人 不用去感恩戴德 不用去怎么样 我们自己家庭幸福了 不怨了 不怒了 不丑了 不恨了 家庭快了 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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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呢 昨天啊 有个老师小老师 我不知道我今天叫他做前排 我不知道他做没做前排 他什么病呢 胳膊上的长了好多 寻麻疹 所以呀 我在条子里头看到好多人写什么呢 寻麻疹 神经性皮炎 牛皮选白颠峰 过敏性皮炎 告诉大家 所有的皮肤病都是因为脑人引起的 实际上我们昨天讲过了 但是得皮肤病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重新讲一下脑人伤肺肺肎肎肎肥皮毛 肺于大肠相表里 所以大家注意听了 凡是所有的皮肤病 都是和脑仁有关 什么叫做脑仁呢 脑仁就是说对别人不满意 不说 心里的和解 所以心里和解 把那个气都憋在心里了 这叫脑仁 脑仁伤肺 肺主皮毛 所以由于得什么 白电风 牛皮选 过敏性湿疹 湿疹 蕁麻疹 日光性皮炎 还有神经性皮炎 还有白电风 所以大家要知道 如果谁得皮炎 我告诉大家 你得病 得这个病的人 你一定是个小心眼的人 小心眼心量狭小 不会乐 所以我昨天正好晚上找我去两个人 我不知道今天能站不站 我说明天你一定坐到前排 我说我会叫你当场给大家笑一个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他们俩根本就不会乐 他们俩乐呀 光有动作没声音 如果谁有皮炎 你想当场好病 你想学会 你举手示意我 谁谁谁 来 谁有皮炎 来来来来 上头里来 来 谁有皮炎 来 昨天那小姑娘呢 胳膊上有选的那个 来 大家看看啊 昨天对老师找我了 是吧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大家看看啊 他是咋乐的啊 你们先憋住了 别乐啊 来 给大家哈哈笑一个 来 预备 开始 再来 使劲 你使劲 你中午吃饭了吗 吃了使劲 来 预备 开始 来 干啥 来 干啥 来 大娘什么病啊 我是阳光性 日光性 阳光性 日光性 一晒太阳 就那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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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那 来 送大家 预备 开始 乐 乐 这乐呀 乐呀 乐 你 又不是叫你划拳来的 跟人指比吗 你看看 我叫你乐 快乐 快乐 您咋回事啊 过敏性皮肴 过敏性皮肴 看看刚才大娘是日光性皮肴 再看这过敏性皮肴咋乐的 来 您乐一个 来 看这些皮肴咋乐的 叶子 很害羞 恭喜 恭喜 跟他学 快点快点乐呀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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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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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哭了 还歇呢 您咋回事啊 过敏性失诊 咱听听过敏性失诊 那老师咋乐的啊 预备 大家先别乐 听他的啊 你一乐我听不到他声音咋乐 来 预备 开始 不是您干啥来了 你不用分享 你就乐吧 我们这地点不滑架 问老师你干啥 你想飞啊 他想飞 那你就飞吧 你可飞啊 我可说可哑了 我想分享一下 你想分享啥 你说说我听听 咳得我嗓子都哑了 我笑不出来 找理由吧 我刚才又跑后边去咳嗦去了 我咳出来了大黑碳 所以我说我这个失诊好了 谢谢 他刚才没拿话筒呢 大家可能没听见 他说什么呢 他说老师我想分享一下 他说我是啊 过敏性失诊 啊 昨天听完课以后啊 回家 乐去了 乐完以后啊 咳嗽出来一个大黑潭 啊 所以他觉得 他那个过敏性失诊要好 但是我们大家是干啥呢 因为我们是干这个的 我们昨天晚上讲了 讲什么呢 讲怎么识别五行性的人 是不是啊 大家一看 看见我们的老师了吗 给我们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 瘦小 对吗 金性人 哎 连我们小朋友都学的会 你看看 哎 所以金性人 好得什么病呢 金性人他就好脑人 所以他就好得咳嗦痰痪的疾病 你看他这人一来呢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所以他好得皮肤病 可是呢 我们呢是叫他笑 可是大家看见了吗 我们早上呢四个老师 笑的一个比一个灿烂 他们笑的笑的笑的都给哭了 还有的笑的笑的他要飞 还有的他想笑 到这来了广张手 都没声音 我觉得你那不是笑 你那在打哈去 所以我告诉大家啊 就是我们时间关于人太多 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金性人 他不会笑 我们就会叫大家知道这个 你看他们来四个人 不同人吧 都不会笑 正因为他不会笑 所以他才得这个病啊 皮肤的疾病啊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老师 他笑的挺开心的是吧 可是他笑着笑着哭了 怎么回事 心里头他充满着委屈 所以呢他要想好命 你看他开始哈哈笑 那是装的假的 他在哭才是真的呢 所以呢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听你说 所以老有老师说 哎我想分一样 我想说说 你别说我不用说 干啥 我又看你表现 你说那干啥 我这地点又不划价 对不对 我们李老师说了 我们又不要钱 你那病在那呢 你那一张嘴 我们知道咋回事 他为啥哭啊 就因为他憋了一肚子委屈 你为啥笑 叫你笑 你笑不出来 就因为你耗面子 你看他没笑 他把脸跌通红太耗面子了 你才容易得皮皮肤病呢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第一次治牛皮犬是啥呢 是一个老板 36岁男的 有一天我上他们那讲课 他回来就问我了 他说魏大夫啊魏老师啊 那个我牛皮犬 你怎么治啊 我说是吗 我说你牛皮犬啊 我说啥样啊 他先给给我看 那一聊肚皮上都这么大块 一块一块排的可蜜了 我一看比金钱包还蜜呢 我说你怎么都长成这样了 他说我可苦恼了 我说你会笑吗 他说我会 我说你笑一个 他说哈哈 他还开始还没哈哈 我一叫他 我说你笑一个 他叫嘿嘿 我说你嘿嘿啥 我只要叫你哈哈 他说行哈哈 我说你再笑一个 他说哈哈 我说你怎么那么听话呢 你能笑才俩字呢 你来个啥字的 他说哈哈哈哈 我说你来个六个字的 他说哈哈哈哈 大小伙子三十六岁 你咋不会笑呢 他还是个卖汽车的老板 钱有车有 就是不会笑 我说你咋不会笑呢 我说我交给你咋笑 我就交给他这么笑 哎呀可费了牛劲了 啊 到最后他也没学会 我一看我说你怎么笑 你咋不会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一看见你我就不会笑了 我一看我说你啊 他太好脸面 我说你呀回家 对着镜子笑去啊 一定要练会了 你不牛皮选吗 你一定要练会了 那后来他真听我话了 干什么 他是卖汽车的 他自己有车呀 他好脸面 他不敢在家里笑 拍人笑话 他开着车 他后来跟我们说 他后来开着车 他在车里没人管呢 他就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天天哈哈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有一次有个老板找我看病 找我单位去了 我说谁介绍你来 你怎么找我们单位来了 他说那谁谁谁找我来的 我说他是谁啊 他说就是那牛皮选那个 我说他怎么样了 我说我也没看见他 他说他好了 他说他现在一点都不那个 都没有了 他说不但那个他牛皮选好了 他他叫我告诉你 是吧 他说他原来干硬化 慢性肝炎干硬化 也也因为他哈哈哈哈 给哈哈好了 是不是 大家知道了吗 这真事 所以我一给你讲这个 你昨天没笑的 你今天就后悔去吧 哈哈大笑可治人的病呢 所以从那以后 我们再给大家治病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觉 治牛皮选 治皮炎 治神经性皮炎 治过敏性皮炎 包括白电风 好多都是哈哈好的 就这么天天哈哈哈哈就好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哈哈 你可别小小的哈哈 我今天早上我费了半天劲 我都给你讲起物理来了知道吗 这年代为了给大家治病 那当代都学讲物理了你知道 他是有根据的 他是有根据的 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瞎说 病哪来的 啊 浪费点时间 我给你讲讲啊 今天因为看见佛祖的面 我给你讲讲 我给你讲讲 人都有天性佛性 什么叫天性佛性 什么叫佛 大家知道吗 我们在寺院里的什么叫佛 大家知道吗 好 觉悟 佛是什么 佛是人成的 所以佛是觉悟的人 对不对 那觉悟的人 什么叫佛 怎么叫做觉悟的人 大家知道吗 告诉我 不动就是佛 可以理解吗 佛是不动的 动就不是佛 可以理解吗 看这意思大家回答的不多 真正大胆回答不多 如来如来 乘真如实性而来 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故名如来 那么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不动 为什么不动 为什么不动 因为他不动 所以你有 他就有 是不是 看这意思大家没听懂 佛是什么 觉悟的人 佛教讲的是空门 对吧 怎么叫空 大家理解吗 空是对有 而生为空 是不是 没有空 就没有有 所以 有和空 是一不是二 有人说你别瞎扯了 有和空 能是一不是二 大家学了经书就知道 学了新经就知道了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享兴师 亦复如是 佛说的 你说我怎么理解 不知道 我给你打个比方 你就理解了 打比方 我们这地点 现在看 大家看见的是黑板 对不对 假如我们把它 不看成是黑板 把它看成是一个 大虚空的话 把它别看成是黑板 这是一个大虚空的话 这是什么 红布 对吧 当我们把这红布 拿走的时候 这地点有什么 还有吗 想好了再说 有吗 想好了 这地点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 没有 有大娘说的 你不拿走了吗 我拿走的是红布 这地点还有没有 有什么 有个空 对吧 假如我们把这个 我们有本事 我们科学发展了 我们把这个空 也给拿走了 还有没有 有没有 想好了 有什么 空不拿走了吗 到底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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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可以理解吗 当我们把那红布 拿走的时候 这有一个空 是空间 是不是 当我们把这空间 也拿走了 我们假想的 把空间 也拿走了 有了 拿走了 这地方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对了 还有 可是这个有 叫什么 你把空也给拿走了 这地点叫真空 就是连空也没有了 是不是叫真空 我们学佛知道 叫真空生什么 哎呦 都是老菩萨呀 叫真空生妙有 是这意思吗 正因为他没有 所以他里头啥都有 你说你别瞎说八道 哪有 但是我告诉你 假如我拿着一面镜子 镜子里头有我们吗 啊 没有 他怎么能照照你们呢 到底有没有 就因为他真空 所以他生妙有 所以你有 他就有 你从那门走了 他没了 你看他都从那边进来 你在这逮着他 你也逮不着 是不是 所以我们佛教的 祖师大德 告诉我们 真空生妙有 是不是 那镜子之所以 能够像佛性一样 能够照遍大虚空 就是因为他 就是因为他 对吧 假如我们把它 想象不是一个镜子 想象是一个水面的话 这个水面 如果说他不动的时候 是不是他可以把天都给照进来 可是假如我们这个水面被 放了一个砖头 它一起泼来 还照得着吗 说明什么 大家这佛没白学 所以当你轻轻一动的时候 这水面一有泼澜的时候 就不会有了 对吗 所以我们是业障凡夫 我们那脑子里头 用地藏经的话说 我们说破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那脑子 一直在动 是不是 所以我们老子 修行到了三十六重天的时候 他出了嘉义观 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叫什么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明 什么意思 道啊 确实是有 可是它不是你理解那个道 名字是有的 不是你想的那个名字 你说那是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说出来就错了 对吗 它是不可以 我们就像镜子里的那个性质一样 它的这种真空妙有的这个性质 是我们用语言不能表达的 对吗 正因为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 所以佛教有句话叫说出即错 想出即乖 只要你一动就错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要想成佛 只有不动 可是谁能做到不动呢 太少了 只有佛才能做到 所以我们人真正的要想成佛 实际上就为了不动 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佛性 不能够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就是因为我们思念氛围 杂欲太多 妄想执着太多 所以就把这佛性给它埋入了 对吗 所以就像那水一样 我们经常的在那祸了 杂念分飞 所以病哪里来的 病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吗 是因为我们有了贪嗔痴慢 我们才动了 你这一动就在你那个经脉线上 本来这啥都没有的 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但是你一动念 是不是就留下了一个痕迹 对吗 你这一动念 就留下了一个痕迹 你已有了怨恨恼怒烦 它是带着散的 带着味的 它就停留在这儿了 对吗 所以它停留在这儿 它就成了卦碍 对吗 当你存留的太多了 就在这儿 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嘎的 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们那嘎的 我们那病哪里来的 是由于我们有了心念 是由于我们的心念 我们有了贪嗔痴慢 我们有了心念 所以我们的心念是哪来的 是想来的 对吗 所以佛教有句话 叫一切法 由心想生 是你的心想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想出来的 是因为我们有欲望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想出来的 是因为我们有了欲望 我们的欲望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贪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们是因为看见了这东西 看见这人 看见这物 看见钱 看见啥 我们想要 有了贪念 我们就产生了欲望 我们想得到 我们才有了这些心念 所以这些心念 就在我们的经脉线上 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挂碍 对吗 所以怨恨恼怒烦 对于你的心脉线 就在上 形成了一个一个的 嘎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的病 都是这么来的 我们是由于 我们有了贪念 我们才慢慢的 由于想 气血不通了 气血不通了 他在这有挂碍了 这叫什么 从中医的角度讲 这叫气质 血淤 是不是 这地方有了挂碍 你的经脉线 又不通了 中医一号卖 叫气质血淤 血淤在那 他气脉流畅不通了 他就会更加的加重 他就慢慢的会变大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就慢慢的 从气质 到血淤 而血淤 最后形成的是什么 痰 对吧 中医的痰 所以 半身不随的人 他得的都是痰症 他得的都是痰症 而这个痰 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由于气质 导致血欲 最后导致成了痰 而这个痰叫肝痰 也就是结成痰了 可是这个痰越来越生气 他就面面慢慢的变成了痴痰 大家想想 我们的痰 我们在冬天 是不是永远有的老人 他磕着出来的那个痰 有的都咬不动 所以痰有西痰 有年痰 有农痰 到最后变成血痰 是不是 是不是这过程 我这样讲 你想 所以慢慢的 当你那个痰 从西痰 变成浓痰 带成了肝痰 这时候 它就在你的经脉线 形成了一个痰的 对吗 所以当你这个痰的 在这待住的时候 我们人体 有一个反应机制 是会对它 进行消灭的 如果消灭不了 就把它纤维化 就往里头 产生很多的蛋白素 就像那个织布的 那柳条子一样 一样一样的 就给它缠起来了 所以时间长了 它就成了一个 小嘎的了 可以理解吗 可以吗 这样说得通吗 你看就像我们老人 有的时候吐痰 我们有的时候 吐出来那痰 都咬不动 特硬 这是不是肿瘤的雏形 所以当你产生的 那种小嘎的 它化不动的时候 你还继续生气 它就会越来越大 它是不是就会变成了瘤 可以理解吗 瘤 它变成了瘤 它里头就有血管 它血管供应不上 它破了 它就变成了癌症了 我们有学医的 我就学医的 学习医就这样讲的 我们肉长的那速度 不如血管长的那速度 那个慢 所以肉长的太快了 血管供应不上了 它就烂了 癌症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一烂 它就变成血了 这个嘎的里头 它就有血了 所以它就越来越大 癌症为什么不好 有发现的 就是因为它烂了以后 大家不知道 因为它长的是正常组织 所以它那些烂的 那个 癌细胞 随着血液 随着淋巴 它就满处转移 有的时候肺癌 它就跑脑子去了 骨头癌症 它就跑到 其他地方去了 它是冻的 所以当大家一发现 就是晚期 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么怎么办 这是我们疾病 这是我们疾病 形成的原因 是由于我们人的欲望 由于我们的欲 产生了贪 由于我们欲望产生了贪 所以慢慢的 它就造成了气血的预知 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瘤给它弄掉 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 因为这儿有一个大嘎的 所以我们利用声波的原理 我们在这儿哈哈哈哈大笑 它就在那跟着这个大嘎的 它就在那气血 在那个经脉下 就跟着抖了 是不是 它抖了抖了 它这大嘎的就变成了小嘎的 小嘎的 它就变成了痰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吐就给它吐出来了 吐成血痰 有没有这可能啊 所以我们实际上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治病的原理在这儿呢 就是为了把这个气血给它打通畅了 就是把这气血给它打通畅了 因此 这个我们原理知道了 这是我们干什么 忏悔悼病的一个 经过 是不是 我们知道了病因 我们要把它忏悔过去 我们要通过忏悔把它倒过去 所以 要想不得病 一定要去除你的 欲望 是不是 当你要没有欲望的时候 它就不会得病 因此 要想不得病 一定修行是在细微处 下功夫 欲望来自于念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是不是 而这个念是什么 念字是不是这么写啊 我们所有的财色名师碎 贪嗔痴慢疑 完全都来自于这个念 可以理解吗 那这个念 它要把它分解出来 就是我们苍穹造字 我们祖先的文化 实际上它叫金心 什么叫做金心呢 大家知道 是不是 金心就是当下之心 当我们遇到了人事物 当我们遇到了这个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在要起当下之心 要起念的时候 我们在这用什么来对质 告诉我 阿弥陀佛 当我们遇到人事物 任何一个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说一句 阿弥陀佛 是不是就会把你的当下之心 给他给屏蔽了 对吗 使得他起不来了 这样话就达到了 我们老佛所说的 以一个念佛的念 控制住了 控制住了所有的念 是不是达到这结果了 这才是我们净土中 真正的念佛的 老佛的最终的含义 我们念佛就是为了控制住 当下之心 是在我们起一念的以前 在我们没有起念的时候 在起心动念的之处 先说一句阿弥陀佛 这是对于学净土中的 学佛的人来说的 但是对于一个不学佛的人 普通人 我们在遇到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不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我们不学佛的人 我们念 我错了 是不是 我们遇到事情 遇到人 遇到物 我们都说一个我错了 我们这个我错了 叫认不是 认不是生智慧水 所以其他的妄念 也都没有了 是不是就把得病的根源 给取消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会知道 阿弥陀佛